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透露吗 是男人 儿子啊 儿子 哎呦 儿子好哎 铁人小铁人小铁人好了 是吧 反正到时候看 耳朵大了就应该像我 没有 那个 又婷 你这个第一次怀孕 是吧 我是说在咱们节目里第一次怀孕了 这话也不对 是吧 我是说你得跟强强三人行的这个关心你的这个观众 汇报一下这个初次怀孕的这个心情和感受啊 就是先 当然是开心 然后我们知道的时候呢 我就哭了两次 第一个哭呢就是 竟然就是马上就有了宝宝很好 但是第二个哭呢就是 明天要去吃日本料理就不能去吃了 为什么 因为不能吃生鱼片啦 然后刚好我们宴的隔一天 我们有要订了一个很厉害的日本餐厅 然后我就马上哭 说明天那一餐怎么办 就第二个哭 然后再来接下来其实就没有哭 就没有开心过 因为我的孕吐很严重 所以我上班好辛苦哦 其实我现在是因为到第四个月就相对好一点 而且见到两位就是很开心 可是那个在这之前我的天啊 我觉得妈妈太辛苦了 就是坐车也想说看什么东西都不舒服 然后就一直冰烟烟的 就是冰烟烟的感觉 然后我老公的形容就是 因为我不喝酒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感觉是这个 只是我形容给他听 他说这就是宿醉 他说你就是你整天都在宿醉 你每天都在宿醉 我说是 所以这孩子能让母亲嗨啊 就是 你知道吗 你现在全身就是头痛啊 化学都不太正常的 对吧 那我看最开心还除了是你们夫妻俩 还是你妈妈嘛 因为我感觉你母亲求了20年 终于你有小孩了 你妈哭了五六遍了 到没有 我的父母啊 我的婆婆 他们都还蛮淡定的 还行 咱们就很期待啊 在我们这儿也是一个好的保胎的环境 是不是 她一叫 就从枪枪三人行开始 她出来呢 未必像咱们俩 但肯定跟咱们一听说话 是吧 一放你的声音 她就马上不哭 没错 没错 你把我当煞神了 就是 就胎教嘛 是吧 咱们应该用好的榜样 去教育肚子里的孩子 对 今天我要跟你说一个好的榜样 好谁 我们要说说学习陈光彪 对吧 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 胎教啊 让这孩子了解一下 怎么样去做一个大善人 嗯 你你你现在怀上孩子 你都不关心阿彪了 是吗 我当然关心啊 还是关心 最近瘦了很多 对 曾经就像你最近胖了很多 是吧 还好了 我已经尽量 彪哥给台湾人民发钱的 你忘记吗 知道 在那个风灾的时候 当时台湾人民对他是什么 顶礼膜拜吗 嗯 其实还好耶 因为他在台湾的宣传力度 可能没有那么大 跟在内地的这个情况 有巧了新闻 他也来香港发过钱 我记得 好像没人理 那你怎么看见了 你只有你一个人去 我看新闻啊 说大家经过 没有他一眼 没人理啊 因为香港 对于这种事情怪怪的 香港 最近这个事情复杂了 就是 他现在已经起诉 报道他的这个媒体 财新网 我全文看了这个报道 要照这个说 这就不是个娱乐话题了 我说这个财新网的报道 胆子够大的 就是说 已经直接跟令计划 令政策 牵连在一起了 当然现在法院已经受理了 陈光彪诉他们诽谤 是吧 但是真假如何 很难说 但是咱们可以看看 彪哥最近的近况 彪哥最近的 脱光榜的了 因为他要弄这个减肥产品 对 减肥产品 人家说 他突然瘦了52斤 又听你研究这个的 你觉得有可能三个月 掉52斤肉吗 不可能 太难了 是吗 你要吃东西 这种太快的瘦 他说他是减肥食谱 然后医生指导 52斤 指导是很关键的 你看美国很多那种减肥 减肥节目都有啊 都有这样子 但我不要说 如果当你胖 当然包括没有到那么过胖 到那种地步 但某一个程度的话 他一定要先做手术 接着才是那个食物的均衡 不然 运动手术各种的 而且重点在于说 减那个不难嘛 也是有可能的 不是没可能 重点是说 之后很容易 再回来 你看他花了那么大的功夫 听说还动了手术 什么据说 都看到现在还是胖的 你就知道 他是从要大胖变小胖 还是胖子 你要求太严格了 因为他没有发起 你不能照着 人家孩子爸爸那标准 去要求彪哥 他毕竟不是铁人嘛 来 但咱们可以看看 彪哥怀着冤屈 他做出了什么样的表现 彪哥当众说 你们不是说 我做了切胃手术吗 能看见我身上有疤吗 但是你再往下看 彪哥当时宣传 他的这个减肥的这个食品啊 在唱歌的中途 哗一下 谁都没想到 就脱了 当然也有人看了这个 就是说这种手术啊 好像也有一种通过肚脐 进行一个什么微创手术 说疤痕 很隐蔽啊 彪哥在这冤屈 感觉啊 你再看下边 啊彪哥隐行高歌 哎 这就是这个马家辉说的 你觉得还是小胖 是吧 没有小胖 可能年纪到嘛 松嘛 可是你看他的手臂 我觉得彪哥有练 他还是有 有二头肌的感觉 你会不会觉得 这样感觉还是有 有认真练受神 就是健身一下 一样有人献花 你看彪哥 还再往下看 好 这就是他这个 呃 宣传的场合 你看 有他的像 这是最好的企业 在产品代言人了 自己现在时髦 老板自个儿做代言 让好人先富起来 这是彪哥一向的口号啊 然后再看下边 你看彪哥慈善又慈爱 瘦身无需去切位 我这话说的也压点运好 这是彪哥的这个头衔 现在被人翻出来 很多个项目被质疑啊 你再看下边 说彪哥的这个这个公司里啊 有一个房子的各种各样的 锦旗慈善机构颁发的证书 但是呢 与此同时呢 警方在他的公司里发现了 一百七十多个说四克的公章 然后彪哥呢 又指控是帮他代持股份的 什么人同乡 说是他们弄的 结果那个同乡说 等待法律裁决 现在这个事情 弄得好像很诡异啊 嗯 这只是说很可惜 本来且不管他这个 这个慈善的这一个手段 是不是引起争议 但起码有这个心 但是没到最后 还是跟政治啊 站上边 我觉得那这样的话 更没有人以后敢 敢捐钱了 是吧 这个彪哥当年啊 出道啊 跟我都有点关系了 那个时候他还没这么有名 他一举成名 是在那个当年四川大地震 当时四川电视台 搞这个一个赈灾晚会 全国的这种演艺人员都去了 分配我呀 介绍他出来 于是我就在台上 生情并茂的讲 我还记得讲 就是说有这么一个意识 对吧 听当时正在武汉开会 听说了大地震的消息 当即带着一百人 六十台那个运载 那个起重什么的机设备 好 紧急入川 救出了多少个生命啊 这个哎 怎么着 他就是陈光彪 就是我当时 我就这么介绍 然后坐下一个 穿着迷彩服的一个小胖子 那时候还没 还没 还没瘦了 还没瘦了 砰 站起来 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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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上台 站在我旁边 哎 但是今天我看这个财新网的 就是这个报道说 当时根本就是摆拍的照片 说是几天之后 才把所谓的这个 说 说那个大起重机啊 蜀道难 难于上 晴天 怎么就能从武汉 一直开到地震灾区呢 说是在当地租的 甚至有采访的人 是说 是我租的 甚至有人说 是令计划安排的 我的天啊 后面的政治 假如那么高层次的机密 真的有待他们调查 可是最让人感觉 还是香港 因为我们都当做一个好戏 不管他什么好背景 那那个像又婷说 还是做好事 发出了钞票 还真的是钞票 还真的帮到人 可是很香港 当一个那么好玩的喜剧 原来扯出 可能都是假的 或者说很大部分 是假的 因为你刚刚说 公司里面有那些印章 那就表示 很可能那些钱 根本没有到位了 或者说到了位 其实都 转回来 转到他的口袋里面 那我觉得最伤感是这样 而且就像又婷说 让大家更是觉得说 不敢做好事 就算以后任何人做好事 一定会担心 被人家说你是假的 是标格力二 就是说中国现在的首富 是全世界最多的 那我不是说你有钱 一定要捐钱 而是说他本来应该 有起个示范的作用 但是在中国 就是最慈善冷漠的 一个地方 因为大家不敢 也不是没这个心 可是有人不敢 也不敢公开的决 那你怎么号召呢 慈善有时候 需要一点号召的力量 所以如果 彪哥的这件事 又出了事情 那这样之后 还有没有下一个了 就会沉寂很久的感觉 但是你觉得彪哥 是个什么人呢 比如说他有一次 那是真的 就是说他说那个挑战 冰桶那个挑战 他在零下多少度的 那个冰里 待半个小时 后来被人指出来 他最后自己也承认 说是假的 又是假的 又是假的 他说他里面放热水了 他没有真的 在那么冰的地方待着 他自己讲的 但是他也这么 欺而不舍 就一直这么弄 那你觉得 他是个什么人呢 你觉得他是大善人吗 我觉得他出发点好 但他的手段上恐怕 他就是说 每个人做善事 有他不同的目的 你可以帮忙人 同时又帮忙自己 何乐而不为 是吧 所以我觉得 彪哥也蛮强调 帮忙自己的这一块 毕竟他也需要 有个巡回 就是说我把钱捐出去 我得有个地方赚回来 我不赚回来 我怎么再捐出去呢 这是一个 他想形成一个循环 只是这个循环 我觉得他到最后 今天就出了一个问题 对 所以他公司里也有人说 说彪哥前几年 这个做好事 居然给人钱太多了 彪哥也得挣两年钱了 枪枪三言行广告 之后见 我原来倾向于认为 这个彪哥 就是人群当中 有一种表演性人格 就这种人 有时候他自己也不太清楚 他自己永远那么激动 永远那么兴奋 但是呢 现在这几家媒体的 这个街底的这个报道 倾向于把我引导到一个 我认为这是一聪明人 这是一有主意的 这是一理智的人 看他本业是什么 我本来以为说 他自己做了好大的生意 赚了好多好多的钱 然后用这种表演的方法 好玩的方法 娱乐别人也娱乐自己 无可厚非 然后来捐款 可是看到媒体的报道 原来很多捐所谓捐出去的钱 其实没有到位 或者转回那自己等等 那这样就背后一定会扯出很多的动机嘛 那假如重点还是说能够帮道人是最好 但我想起美国经常有这种新闻 我记得以前还被改编为电影 就是说一家美国南部的那个天主教的机构 也是经常搞一些很大型的跟宗教有关的活动 然后拉了一些项目过来 他除了筹款活动呢 人家大家觉得 嗯 这个神父 这个可以信任 那我们在社区也想发展什么事业 就交给你 宗教也有它的附属的公司嘛 来做事情 他就接了很多的生意 接了很多生意 然后那个故事就这样讲他 到最后被拆穿了嘛 可是他对来访谈他的记者 就讲这个道理嘛 对没错 我透过这种方式来 拉到很多项目生意赚到钱 赚到钱是真的 可是我因为我用这种宗教的名义 号召了很多人来捐钱 建设整个社区 那也不是假的 那真的是帮到人 那是你 请问你记者先生 是不是宁可我什么都不做 宁可我就像一个老头坐在公园 然后你就什么都没有了 那就跟一个贪官讲的一样 就是说我一手拿钱 但我也帮人民做事 所以你不可以怪我 拿进来的钱在我口袋里 我回应你这个问题 又婷 那个跟贪官不一样 当你用贪官两个字 贪是说他拿了不该拿的钱 他破坏了法律 规矩等等 滥用他的权利 所以我说假如有人 因为我对彪哥的情况 我完全不了解 我不晓得他是人是鬼 假如他用表演的方式 让人家注意他 我很红 大家信任我 觉得有喜感 好玩 所以跟你喝酒 喝酒就好 我这个项目给你 我这个项目不给你 会给文涛 不给文涛 给马家辉 不给马家辉 给又婷 不过因为我喜欢你这种表演 你干什么 这样 这样我觉得好玩 对不对 很有勇气 所以我没有破坏任何的规矩 但是家伙 这你就不知道 这个大陆的水深了 所以为什么这个彪哥 现在要告这个财新网 这个南方都 南都什么 这几家街 他底的这个媒体 因为如果讲的是真的的话 他的指控者讲 就说这叫不叫中国手善 这叫中国手骗 就是因为呢 他实际上 比如说他声称捐了20个亿 按照这个报道里说的 说他捐了20亿 说他们真的一查呢 可能只有几千万 当然有些人说了 几千万也比你一毛不拔强 可是问题在于呢 你看他收获了这个名声之后 然后呢 就是他的这个什么黄埔 他是搞拆迁回收的这个 那么给领导 给各地领导写信 写信就需要这个工程 这个招标啊 要不叫光标吗 给给我 我有光 所以这我中标 给他呢 他再转包 转包给别的拆迁公司 去做了很多这个工程 获利呢 据说也是特别大 那么你说像这样一种行为啊 当然 而且现在就是 就是引起了公安的注意了 对吧 这个发现这种 当然现在彪哥对外 都是把自己拆的清楚 就说都是 都是这些人 别人弄的 不就跟我没关系 但是你知道 就说 哎 我觉得通过这个报道 他的事实要由法院来判断啊 但是我真是得到一个体会 就是中国人的账啊 经不住查的 中国这个国家 也不叫 不能说中国这个国家 就今天我们这个社会 有一个特点 也就是说 跟西方的发达国家 可能有一个很大的 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真的什么账都经不起查 这家伙一查 哎 比如说 你多少人声称 而且我认为还有一个 就是中国人不大关心 比如今天我在节目这说了啊 我说哎 那个又婷 这生生孩子 我捐给他一百万啊 好 没有人去真的关心 是不是 真的 你知道就 所以说他这个报道里 就发现彪哥 可能把一个大楼呢 捐了两次 最后还是自己的 等等啊 就是 包括你说 你捐了多少间小学 哎 真的去查 中华资产总会 说他是不是会长啊 资产总会说 他是荣誉副会长 说我们这副会 说捐了多少 多少座希望小学 当然多少座光彩小学 有没有啊 查无实据啊 没有这个学校 我们这样 我们这样倒过来看好吧 因为中国有一句话 叫孤民钓鱼 OK 因为假如是这样 我们一般所谓的行骗是这样的 我告诉你什么 然后我从这个里面 获得很具体的好处 主要就是讲利益 金钱钱 那叫行骗 OK 假如他的 他的是说 我对外面说 我捐两个一 其实我捐了两千万而已 OK 那我到底骗了你什么 名誉 名誉很抽象的啊 我其实我告诉你 我不稀罕的啊 中国守善也不是我叫自己的 别人叫我的 所以他 假如就这一块的来说 什么叫骗 我们要定义清楚 等一下就听 还有另外第二个层次是什么 对不起 因为我不讲完 第二个是说 假如他 好了 有了这种名誉 他这样写信给地方不同的讲权的人 那你 你看 我是陈光标 所以 我是好人 你把工程给我 而他居然获得了 OK 坦白讲 我也经常想写信给李嘉诚 收到比 把工程给我 我是好人 写信给 曾英权 是有制度的嘛 那收信的领导人 讲权的人 为什么 因为你是好人 有名誉的人 名人 我就把工程给你了 其实 那个问题出在那边 所以我们要厘清很多的问题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当你捐两千万 但是你对外说两亿的时候 这个名的形成就已经是假的了 就是说 你并不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但是你虚叫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假象 那这样子的话 重点是你两 还有 到底你就算只全两千万 但我们现在看 如果我看报道 这个两千万 我还不知道 还是不是真的两千万下去 就你捐的还不到你的位 不到你说的那个数目 而且这个比较少的数目下 我还不见得往下走 所以我可能是零跟两亿的差距 而不是两千万跟两亿的差距 那这件事情上那就是骗了 那你所骗来的这个名 所带来的这个 对你自身 不管公司的这些利益 那当然都是不法之财啊 对我来说 我就觉得是这样 更何况还有就是 你拿慈善这件事情 道德上 社会当然都应该要去 讨伐这件事情 因为 这是一个道德问题 就是你不能利用善心 去吸引别人的同情 然后换取金钱 这件事情 不应该在这个社会上 认为是一个等号 那这样我们以后 你知道那天 我还碰过一个人 来跟我打电话 说主要听 我们要开个公益晚会 然后呢 我就说 哦好啊 可是那这样的话 就是没有钱嘛 对公益晚会 都是所有来宾都没有钱 他说没有 我们可以分钱的 他说你来 我跟你分成 我们只捐80%出去 20%的钱呢 就是我们这些明星分掉 我说现在公益晚会 是这么搞的啊 他说因为 他这样讲得好听啊 他说 哦因为呢 如果我们 你们都来了 不好意思 每次都是让你们免费而来 所以我们当然是要 给你们一些费用啊 但是我就发觉 这是一个生意啊 对啊 这是一笔生意啊 因为你公益晚会 很容易办啊 因为你讲公益 你讲慈善 大家都愿意帮忙 资源都来了 对 然后他这些资源 是无成本的 然后呢 你换来的钱以后呢 他再利用你 这等于就像 我不知道这叫怎么 就是你先用个名 然后把钱圈来了以后 我分掉 然后一部分捐助 他说我真的有捐助 听 我也会告诉大家 我们只捐80% 但是20% 原来是后面的人分掉 这失去我对 公益晚会的意义了 但是这是一门生意 这是他这个公司 专门做 所谓的公益晚会 不仅慈善 是一门生意 我现在发现在这个 这是今天的 资本主义 商业社会的一个问题 就是所有的一切 都可以变现 不管您是主观的 还是客观的 他客观上 就是可以变现 你有一个 雷锋活到今天 也能当代言人 也能挣钱 何况 陈光彪就是特喜欢雷锋 是吧 然后又喜欢佛 就是 而且呢 你你觉不觉得还有一种啊 你你佩服他们这些人的心理素质 有一点 你知道就是 我有时候觉得这个 这个光彪啊 这个彪哥这些年呢 转战全世界啊 就甚至到了纽约啊 我倒觉得有一种人格 就是斗志昂扬 我都觉得有一种斗志昂扬 你知道最近 他说 有人说他是中国首片 我又想到 当年的一个中国首片 出狱了 就是目其中 你这可能你都不出狱 当年改革开放 法治市场不全的时候 我跟你说 只有大陆能有这样的传奇 什么挤车皮的罐头小商品 换苏联的图154四架飞机 那是真的吗 真的 他就 你当年大陆什么情况 他从万线到北京的火车上 碰见一哥们跟他聊 就说 前苏联有飞机要卖 好 他又找什么穿航啊 什么的 最后这交易 达成了 这就是那个时候 那个蛮荒 那个草莽英雄 然后呢 他是个什么人 他在坐牢这么多年 当年我记得判无极徒刑 当年也是有人 地摊文学上就 卖 就说他是中国首片 他是信用证诈骗 然后呢 他在牢里 你知道人没为 少为中国世界操心 他在牢里还想着 中国人口这么多 他已经他出狱之后 还有大忌 他他比如说 他设计的计划之一 就是要让中国 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口啊 去非洲 非洲地广人稀 中国人到那 开创一个事业 你知道他就 一直都在想着 这个人 你看 就是当年 他能够 频频的能够做成事 也是因为 在一个特殊时期 利用了这个 政治经济之间的 这个灰色地带 他能够玩空手道 空手道大师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诶 又婷 这么能折腾的男人 女人爱不爱 太折腾了 不行 虽然简单就是幸福 对 太爱出名了 不太好 这是能干大事的人 而且我觉得 能干大事的人呢 我总不太相信 他完全是理智 你知道吗 他有时候 他得有这个激情 咱们就是有 这个阴谋诡计 这个激情 他真的就能 甚至假如说 真的做手术 那就是 这人真敢啊 我这个 这是看不懂的 第一个 假如一个人说减肥 做切胃手术 没什么大不了 但就不能卖那个健康食品了 那也是可以啊 没有人说吃健康食品 不能切胃啊 也没有 切了胃 我也更需要健康食品 来补充饮料 这是我觉得 这个逻辑不太文明啊 因为假如说 我今天要去美容 去瘦身什么 我就做啊 只要能够帮到我的 而且风险低的 做那个切 严格来说不是切胃 好像有一种把你的胃 围绕到手术 对 绑住什么的 微创很简单 很基本的 比跟你洗牙差不多 你呢 你干嘛还要开个会 来证明脱衣服 给你看 我没有切胃 有点莫名其妙 所以从到底是 他的诚信出了问题 那只是说 诚信这个东西 没有尺度去量他 我们连法律都无法去 判定这个人的诚信 对不对 我觉得现在的中国社会 或甚至全世界社会 包括特朗普都这样 无法用个尺去量 他这个诚信 当一个人打死不承认的时候 你就是眼睁睁睁看他讲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只能用舆论去希望他